我们俩之前是同事 到现在我们结婚两年了 我们俩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儿 现在我们经济压力特别大 要工作 还有养孩子 每天奔波劳碌 已经濒临崩溃了 因为带孩子的问题 我妈妈和妻子发生了很多矛盾 我家在妈妈和妻子之间 真的是左右为难 我们一直在逃避很多问题 所以很多事情都得不到解决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余先生34岁 来自天津保险 刘女士32岁 来自天津金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快两年了 对先生好像有诸多的不满 是吧 他就从来都是嘴上承认 我错了 他从来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只会变门家历 就是说 我们结婚之前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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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非得要去 然后结果去了 我出的钱 就是我给他两万块钱 然后去交了这个加盟费 这个首付的钱也是我出 他没有一分钱 确实这个钱是你出的 当初我考察这个项目时 也是一个物流公司 然后我在直聘网上招聘上 我看了一下 他说这个收入挺可观 只要你踏实 肯努力自己干 月收入两个年 保你能赠三十多万 我说行 结果呢 我就干 结果三十万呢 第一个月没拿回来钱 然后贷款 三千七百块钱贷款 我给出的 这贷款是干嘛 买车 就是买车呀 然后第二个月又拿不回来钱 然后第三个月告诉我 被骗了 这个确实 当初我开始干的时候 你也看了 我天天早出晚归 早晨凌晨就出发 然后下午晚上才回家 然后运费确实也是挣了 挣了以后 可是到那公司那儿吧 他就是给各种理由 不给你结这个钱 后来也是因为 我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由于就是 就感觉是劳累过度 我就在家歇了 然后再去 那公司就感觉是个骗子 然后他们微信上 就都会说 公司不给结钱 然后我也打电话问 到现在呀 也是还是没结点钱 我其实赔这钱 我心里也苦 当时办那个车的时候 我也是为了一心挣钱 但是我跟你说了这个风险了 我跟你说了 你不听过呀 咱们不说风险啊 然后 就是我问一下啊 就是这一单 咱们如果把它当个买卖的话 您赔了多少钱 至少15万吧 落下车了吗 最后落下一辆车 我想落下车也行啊 然后我说 你自己去拉点活也行 然后自己去找活 我说你这个月运费 能挣多少钱 因为加油都是我给出钱 每次出去都是找我要钱加油 告我三千多块钱 我说你要三千多块钱的话 你这个月油钱 你跟我要都不止这些钱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还搭上一个人 还搭上车损 我说咱都不如别干 我说你自己找一份稳定工作多好 不行 就说能挣上来 我说那什么时候能劫运费啊 告我月底能劫 到月底的时候 我问他钱呢 然后跟我说 老板那边也紧张 然后就给我劫了500块钱 我说那钱呢 不知道就没了 稀里糊涂就没了 这个还在做吗 现在的话车在家闲着了 后来我就怀孕了嘛 我怀孕了 结果保胎 原来说需要静养 结果人以他妈 就是照顾不了为由 直接给我送到我妈那了 因为孩子是有点不稳定 在这边呢 婆媳之间你也知道 婆媳怎么不如亲娘照顾的好 我觉得呢 就送回娘家呢 最起码亲妈知道 自己闺女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有时就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 你跟婆婆之间 有时就是说你不好意思 你不能照顾吗 我 我也是 你当时在忙什么呢 我当时也是在忙的 就是 也是东一头的 挣一点钱 西一头的挣 反正也是没挣多少钱 然后瞎忙 在我妈那儿 所有的吃喝花销 都是我妈在管着我 因为我当时没有办法上班 只有这个 两三千块钱的基本工资 就没有什么奖金啊 绩效之类的 再加上这个保胎花钱 产检各方面 都得花钱 而且我还得攒钱 生孩子 他们没有出过一分钱 稍微稳定一点 到五个月的时候 我就赶紧就回公司上班了 就为了多挣点钱呀 上两个月的班 然后就离生孩子 还有不到两个月 就真的是坚持不住了 后来就跟公司领导 说了一下 就在家又开始 就是养胎了 然后就等着生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双方谈那个彩礼 我们俩说的 我是说双方 我给你多钱 然后我认为就是说 女方有可能 就是带回来多钱 带回来的话 有时就是 不是 你到底 给了多少钱彩礼 给了十万 给了十万 那不是车一单 就赔了十五万吗 这个钱我是没带过 但是我跟我妈 我妈给我了 但我说 给我们花钱 大手大脚 攒不下 我说你帮我存着 我想以后有孩子了 这个都得花钱 不能说到时没有钱了 还找我爸妈要的 现在一直都是 我爸妈在提供我们 后来我妈说 行 那我就给你攒着 然后就说 生孩子之前 我们婆婆跟我说 说那个 我给你们攒了两万块钱 然后说 给你生孩子 我当时特别感动 我觉得 本身就没有 多少退休金 还给我攒钱 因为我生产了 我也没有看到这笔钱 然后我就问了她一下 我说 那咱妈那个钱 给还是没给 还是给不给 然后后来她说 给了三千四 我说这两万 怎么就变成三千四 结果她就给了我一千四 说那两千块钱 就是在医院时 可能她要买什么东西 我说这也行 给完我一千四 结果第二天 生完孩子 第二天 人她就跟我要钱说 咱妈把钱都给你了 说那个 她交保险的钱就没了 然后又跟我要走一千九 给她妈交保险 我说这礼拜礼 我还得搭五百块钱 我说什么保险一千九呀 这保险 她也是听亲戚朋友那种 被骗了 骗完之后 她去让我找亲戚朋友 要这个钱 这没有什么骗的吧 就是你的收入能力 无法支付你的保险保额 仅此而已吧 他们亲戚背地里面 就把这保险给退了 把那钱给拿走了 就是骗了他们家钱 但是是亲戚嘛 然后我说你把钱拿回来 咱也不追究他的什么责任 但是咱维吾 咱自己正常权益 人家他为了这个面子 说都是亲戚朋友的 然后不值当的 我说咱现在什么条件 我说你不知道 我说你考虑面子 人家考虑你面子 你也知道 家里就是说 我母亲就是平时 就是不爱说 不爱闹 特别老实一个人 你让他去找亲戚朋友 要这个钱吧 他确实 宁可自己吃这个哑不亏呢 他也不会再去要 因为他觉得后面 没法去面对这个 不是人家骗你钱的时候 能面对你 你还有什么 不能面对他的呢 这很奇怪 等于生孩子 他们家也没有出钱 也没有出力 生孩子之前我还问他 我说咱妈能照顾月子吗 如果能的话呢 我说我就在家里照顾 因为我们那边 有一个说法 就是不能在娘家 做月子 然后呢 确实能啊 也当初跟你说 我也是问了 我母亲说 我也做了很多攻略 然后到时你生 然后我给你 就是看月子 我行啊 我说你要是说 那个照顾不了 我就去月子中心 对吧 别以后闹矛盾 然后人家满口答应 说没有问题 简单 结果呢 我这边生完孩子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就是一碗小米粥 就是他去回去拿的 到中午的时候 十二点他回去拿饭 然后他妈说 你没告诉我做饭呀 就没有饭 然后结果现做 两点半了 又送来一碗小米粥 然后医生说了 说那个 你得下地溜达 我就一天啊 就两碗小米粥啊 然后我下地的时候 差点晕过去 就是这就是 能照顾月子 当时啊 确实我看 我问我母亲的时候 她说啊 如果喝就是产妇啊 月子的时候啊 先喝点流食 我母亲啊 也没有什么经验 我更不懂了 因为我也是刚结婚嘛 我也是刚为人妇 你不是说你做攻略了吗 对啊 是做了 他做一堆攻略 到最后啊 也确实 一个也没用上 然后 出了院了 回家了 晚上牌子醒了 然后我要喝尿布什么的 人家就 可能假装 没有听见 然后我就得起来 我给婚 因为刚生完孩子呀 身体也挺虚的 她在干嘛 她在那儿睡觉 打呼噜 所有孩子东西 几乎都是我自己在做 每天做饭啊 就是天天打电话 就问她 今天吃什么呀 我一个月子啊 每天都是一个馒头 这么一小碟菜 三片破腿肠 没有 还有猪蹄啊 说猪蹄我就来气 就是人家她老姨 给买了一兜猪蹄 跟我们家 结果我们婆婆不吃啊 因为她没有告诉 我们婆婆吃猪蹄啊 我们婆婆不吃 我妈妈来了之后 闻到冰箱里有臭味 我妈一翻冰箱 一看 好嘛 一兜子猪蹄 在冷藏室里面 放了一个多星期 臭了 我们那冰箱 有个保鲜功能 我叫它放里面 没有问题 不是 我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其实老人 咱们不说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丈夫你在干嘛 说老人咱说不着 就是你不心疼吗 这是你媳妇对吧 我心疼啊 那你做了什么 我也偶尔就会去洗 洗尿布袋子呀 洗衣服呀 我们家不用尿布 我们家都是尿布师 洗口水巾啊 像这种 口水巾是从四个月开始 才开始流口水 这不出了月子吗 我盼情就正好就有说习俗 就是挪那个骚窝 挪尿窝之类的 然后就回我妈家了 这一回去啊 产假四个月 在我妈那儿又待了三个多月 到我上班的第一天 她去了吗 偶尔去一趟 然后就空手手去 什么也不管 你也知道我没挣什么钱 我肯定是没有钱去买 然后就在我妈那儿 所有的花销吧 就是靠我那点微博的 对 我产假时还没有工资 因为最后得产假结束 生于今天嘛 就我妈给我们就是往里搭钱 然后奶粉尿布什么的 什么也没有买过 然后就是人家 就是有时候还挺有仪式感啊 就是比如说情人节了 给你买树花 你一会儿就没有想过 说咱分开算了 因为她之前没有跟我说 她是单亲家庭 所以我不知道 当时我就想 如果我要知道她单亲家庭 我不会嫁给她 所以我后来就想 如果我要离了婚之后 那我孩子也是单亲 那以后会不会被别人嫌弃呢 后来产假回来之后 我白天上班 晚上就忙孩子 人家就在那儿玩手机 我说你管管孩子 你哭哭孩子睡觉 我也管了 我不是没管 然后她就一个礼物 我说抱她吧 她管哭 怎么办怎么哭 怎么办怎么哭 你手机在玩什么呀 就有时刷刷玩意儿 看看电视剧 我怀孕的时候啊 我就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她手机里 有一个聊天软件 然后就是跟挺多人吧 不同的人 然后就是聊她 那就是女人呗 对 我只是聊天 我什么也没干 不是 你是要干什么吗 你干活去 你要干什么 你确实什么都没干 我出去也去干活了 又不是没干活 就有时 就这你也能忍是吧 我当时忍不了了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咱俩别过了 离婚吧 我说我自己也能养这个孩子 因为现在为止 你也没有做什么 就是哭着求我 然后就说 她以后一定改 然后去删掉了 这些东西 你们家现在这个 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 婆婆还住一起吗 不住一起 月子里人家就已经 就是就住了一周吧 然后人家就走了 然后 娃现在在哪 现在我妈那 我妹妹在看 看了多久了 两个月了 因为我妈跟我爸都上班 我妹妹大意上网课 帮我们看孩子 您在工作是吧 然后晚上您再把孩子接回来 我晚上回去 因为我妈住得远 你们俩现在分居了是吗 算是 那你在忙啥 我现在也是找了工作 开始挣钱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在做保险 一个月收入多少 刚刚开始干 单亲是吧 对 一直跟妈妈过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退休金 你妈一个月退休金多少 两千多一点 妈妈会贴补你们吗 会 一个月贴补多少 我妈一个月贴补一千多块钱吧 这一千多块钱用来干嘛了 全都让我花了 你干嘛了呢 让你花了 我也不是 具体你要问我干什么 是给孩子买尿不湿还是给孩子买奶粉 还是给孩子买玩具 我也给孩子买玩具买过 就买过一个脚踩琴 买过三张那个可以发生的那个那个十字的那个东西 还有买过一个 还有买过一个素质机吧 就这种 就几十块钱一个的东西 等于你再去还在看你妈对不对 你们俩谈了下来谈了多久啊 两年多 啊 两年多 那会儿他就这样吗 他不这样 什么让他变成这样了呢 我有时候在想是否我太强势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再不是不强势一点的话 可能我们这个家庭真的就更 更 更没有办法了 你今天来想干嘛呢 我可能还是想再挣扎一下 就觉得看看这个人还有救啊 我这个很少就听一段就是听一段别人的生活听得我心里那么难受啊 来启动一个特别机制啊 如果这是咱家的妹妹 生活过得这么一粒鸡毛 齐端想法嘛 就是分开嘛 就这男人有可能更累 还得照顾他 劝他说 别跟他过的 请取下手 为什么要承认 就你娘家是怎么说这事儿的 我总没有承认我妈所有的习惯啊 所以等于你一个人在养这个家呗 对 是吧 你现在是不是还有希望就觉得这个男人有可能还会变 会变好 其实我都已经 算是死心了 但是我想 听听专家的意见 来吧 各位老师你们跟女生说说吧 她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一个大男人 婚前啃妈 婚后啃妻 在这个家庭 你还抬得起头 我敬佩您的勇气 你现在老婆要工作 孩子让你的小姨自带 情何以堪 她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你呢 刷片聊天 我不少扔到道德高度 你和女性聊天的资格权利都没有 人家知道 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嗤之以鼻 聊什么聊 你还是聊聊自己吧 你的婚姻已经聊到尽头了 现在我们感受到你的泪和骨 我认为 你应该放下自己 你现在最担心的我也明白 因为自己的丈夫 是一个担心家庭的孩子 但是担心家庭的孩子 并不是个个都像您丈夫这样的 有一种努力 她就叫担心家庭的孩子 非常出雷把萃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看不起担心家庭的孩子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 不用担忧 做出来 天下好男人一大把 再去追求 自己应该有的 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婚姻 明白吗 谢谢伯红兄 雷老师 那个人家怎么没有跟女性聊天的资格 对她怎么会聊什么都是空的 这不是聊了一个吗 给我生孩子 挣钱给我买车 聊天是个本事 所以我就特别奇怪 你们结婚以前 她已经开始就是工作上挑肥减兽了 你为什么要嫁给她 工作挑肥减兽 那会儿她有稳定的工作 但是她就是有时候可能 这有事了 请一件假 对 行嘞 然后她结婚了以后 开始挑肥减兽了 是吗 然后开始买车了 你怎么敢给她生孩子 你告诉我一动机 那会儿就有了 因为她刚买完车 缺了合同 然后就查出来了 所以你没救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 周瑜打黄盖 你放心 她还是你的妻子 但有一点啊 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这个世界上爱你的女人有几个 有三个 谁 妻子 母亲 孩子 妻子过得好吗 不好 因为谁过得不好 因为我 妈妈过得好吗 不好 因为谁过得不好 因为我 你觉得你女儿将来长大了会过得好吗 不 因为谁 因为我 说着明白话 但着荒唐声 那你告诉我吧 这个世界上 爱你丈夫的女人有几个 曾经的话 应该是我跟她妈妈 你过得好吗 不好 她妈妈过得好吗 你想你女儿过得好吗 想 想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万一又恰好发生了什么事呢 没有 我看明白了 我看明白了 她不会是个好丈夫的 她不合格 那么我要说服我自己 给她生一个宝宝 总得有个动机 你别告诉我 你今天才看明白 你们恋爱 恋爱就两年 谈恋爱的时候 她真的不对 你今天来到这儿是想让我们找个理由 让你继续下去吧 那你来这儿是为什么 你告诉我 你来这儿是为什么 刚才赵特老师问了你好几遍 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想来这儿让几位帮我看看 还有没有希望 你让我们干嘛 你让我们说服你留下来吧 就好像恰好 怀上了宝宝一样 你来这之前看明白了吗 你不死心 没人能让你死心 你要死了心 你压根不会站在这儿 她永远承认我错了 证明您正确 而您 明白一切的时候嫁给了她 明白一切的时候怀了宝宝 现在又有一个逻辑原因 不能跟她分开 因为宝宝是血缘纽带 您可能正在 一个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方向上 高歌猛进 我劝您 我劝您 好好反省一下 我真正要什么 谢谢雷铭老师 许总 我知道女嘉宾要来干什么 让咱们骂醒她 对吧 其实你们俩是一类人 如果不是一类人 你不可能跟她走到这个阶段 但凡一个独立的 有骨气的女人 早就走 还能跟她扯这么多年 这个人已经完了 她嘴上说 是我错了 对 都是我 就是不错 唯一 现在能够破局的方式 就是你独立起来 你比她有觉醒 因为你受的苦比她多 她还有这个闲情意志 去跟别的异性聊天呢 你有这闲情意志吗 你已经被孩子 被家庭重担压的 已经抬不起头来了 她还在说 你还没有被压倒 你是那骆驼 所以赶紧醒悟吧 面对现实吧 不可能有任何的 其他的 因为周边的人都被你们 和你包括 她包括你都啃完了 大衣的妹妹都在被你们啃啊 她想过吗 她当然想过了 哪有这么傻的女人 能这样还跟她过呢 她想 她能得到吗 就看你了 你要能够今天这个门 你不要出来 你离开她 你真的让她怕了 让她傻了 别搭理她了 赶紧带着孩子走出来 就这儿 谢谢曲总 宁娜老师 您现在在上班 所以孩子得交给妹妹带 现在她不跟您离婚 是因为您可以带着她 啃你全家 等到有一天 她要是找一富婆 当然也得富婆瞎了 才看得上她 她会立刻跟你分了 我在一个男人身上 一丢丢的闪光点都看不到 她就像她身上的衣服一样 她就是一抹黑 你如果还愿意 往这个黑洞里头 继续钻的话 也往里钻吧 因为你很快跟她一样黑了 你已经不知不觉中 一点一点特别像她 理直气壮的靠妈 理直气壮的用妹 不要像她那样姑娘 至于你刚刚说的 如果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不会选择她 那是你的个人偏见 但是你选人的眼光好糟糕啊 可能那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 就是其他你误以为是单亲家庭 一定有问题的那些孩子 个个都比她好 单亲家庭或者是说 家庭完整都不是你 此刻应该考虑到的 我女儿的问题 你女儿活不活得下去 都是我现在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爹 这样的妈还交给一个 大一女生带娃娃 这孩子啥时候 能平安地长大呀 未来摆在你面前的 有老人将老 他的妈妈 你的妈妈 可能还有 他的永远在后头挖窟窿 还有你的孩子越来越大 这是一座鱼工都移不动的山 你再不离婚 再不改变自己的现状 再不让你的妹妹得到解脱 再不自己承担起自己该有的责任 你的人生真的就毁了 谢谢米娜老师 这有一个 我特别担心大家有一个误区啊 就认为你们说这么多 不就是钱吗 如果这个男人能挣钱了 是不是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跟挣钱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只谈到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责任 就是一个成年人 到底要担负怎样的责任 我知道我应该担负的所有东西 但是我找出一万条理由来说 对不起 我担负不了 你们来担 让人痛恨的 其实恰恰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一下就把自己放平了 你有什么资格躺平 你有什么资格不努力 别再啃妈了 你放她密码 还是你闺女儿吗 还是你媳妇吗 今天你别出来 你走 你踏踏实实 半年时间 你做个人样出来 现在她提的不就是钱的困难吗 正确啊 妈要不要仰王 闺女儿要不要长大 咱都不说老婆了 这俩算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对不对 为他们俩好 你应该怎么做 无力工作 一起进入 争取六十年 我觉得 这两年的时间 过得太压抑 也太累了 就感觉一直走不到头 找不到这个终点 然后 这回我真的想彻底地放下 做一回自己 为自己而活 我也明白你的苦衷 刚才几位老师也都说了 确实批评的我是对的 我一无是处 作为一个男人 最简单的责任都没有 这一点确实不够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对待家庭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 金月APP 天洁FTV网络电视 收看本期的完整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富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哎呀 薄红兄 我来预测一下结果 这个气质已经给战俘 很多次机会了 这一次 他一定会给自己机会 女不出 男出 雷老师 女不出 男出 我同意 但是离开这儿也不会分开 因为女不出 男出 正是你错了 是的 我错了 我是正确的 是 你是正确的 但是不会分开 好 许总 我就双不出吧 男生不出来 意味着他觉醒的开始 尼达老师 双出 你这么绝望吗 对 他们自己不打算 让人拯救自己个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们是希望这对夫妻 通过今天的节目都在决心 两个人能够从今天开始 真的担负起生活的那副蛋子 我想那才是我们真的开心的谁 祝你们